北京时间9月4日,在刚刚结束迪亚加达亚运会南篮的决赛中,中国南篮轰队以84比72战胜伊朗队。 在这场比赛中中国队上半场还是处于劣势状态,但是到了下半场,中国南篮绝地反击,连续完成反超并将比分拉开,最终以12分的优势夺得本次亚运会南篮冠军。 在中国南篮红队的本次亚运会之旅中,除了刚从NBA回来的周期之外,我国另外一名年轻球员也表现得非常优秀,那就是在总决赛卡下20分6篮板的先前选手阿布都沙拉木。 除此之外,赵瑞、方硕、大王、小丁等人也都贡献很大,这只是中国南篮的红队,等到年底红篮两队会合之后,中国南篮将会变得更强。 不得不说,姚主席虽然快到400斤了,但是头脑却是如此聪明,在亚运会结束后,3V3南篮、5V5女篮全部都输给中国队的韩国篮写主席帮列队姚明说, 中国队能够夺冠有很大的运气成分,听完这句话姚明不仅没有急,反而很礼貌的说道,方教授,运气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。 不得不说,姚明的情商是真的高,在南兰多的亚运会冠军后,紧接着又传来了一项好消息。 据美国媒体The Athletic报道,由于中国球员阿布都沙拉木在亚运会赛场上表现出色, 今周勇士队准备一份75万美元的合同与阿布都沙拉木签约,签约后阿布都将代表勇士队参赛,训练赢比赛,正式比赛还要等训练营结束后再做打算。 周勇士没跑了,再加上与独秦霞签约的丁燕宇豪,虽然小丁有身在身,但还是希望他在训练营中打出好的成绩留在NBA。 如今阿布都沙拉木也被勇士队敲中了,这对中国南兰来说还真是一个好消息。 对于这一消息的爆料,我国的球尼们也纷纷发来了祝贺,一九赛季西部决赛第七场,火箭队周勤山勇士球员阿布都大貌,还有球迷说道,这要是火箭和勇士西部决赛相聚。 周期VSI部,收视率估计要爆表,对于新赛季将有三名球员进入NBA打球。 你最看好哪一位呢?周期,丁燕宇豪,阿布都沙拉木,欢迎在下方打出他们的名字。